早上會議 開會時間已到 請主席宣布開會 早上會議 現在開始 許縣長 各位局處首長 本會陳秘書長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 記者 先生 女士 大家早 早 今天上午議程縣政總諮詢 首先請蔡依靜議員 質詢時間50分鐘 好 謝謝大會主席 張俊議長 還有我們陳秘書長 以及我們徐縣長 還有饒秘書長 縣府團隊和各局處的首長 各位議員同仁 和在場的媒體 記者 先生 女士 大家好 那在這裡我先要先請我們的原民處處長 還有我們農業處的陳俗處長先出列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這一次呢 因為想談一下我們的災後的重建 還有我們這次颱風的整個花蓮的現況 我們這一次10月29號這個颱風造成花蓮重大的傷害 那東海岸呢也遍佈了這個漂流木嘛 然後多處停水停電汙訊號 那漂流木的問題其實這幾天的新聞也有看到很多民眾因為不熟悉 要自己去檢池 但是因為這個有相關法律的規定 還沒有公告之前是不可以有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這部分目前漂流木 農業處這邊的話應該還在整理當中 因為這個數量非常多 那我在這裡還是要再次提醒 因為現在這個照片 它就是在我們這個封賓可能港口部落這邊的外海 那其實我們在海岸線有相當多的店家 它其實因為這一次的漂流木都會打到 已經都打到我們的台11公路上面了 所以很多店家 它現在滿木窗椅啊 它的場域通通都是漂流木喔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我們要找一些配套措施 農業處可能人力上面在清查上面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喔 我現在是不知道 那是林務局的部分是有新聞公告說 可能是今天喔 它的區域會來公告檢食 那我們還是要等待公告的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在這個有多處陸基的掏空喔 那我在這邊要提醒一下喔 從今天到月底台11線新設道大灣的路段喔 開始進行這個搶修的工程 所以要提醒用路人喔 從今天到這個月的月底喔 搶修工程每天早上8點到下午5點會實施交通管制喔 好 那我們下一張我們來看看喔 目前為止像 呃 右手邊我們有看到這個是港口部落的族人喔 他們所發表的一個新聲喔 他們現在呢 就是前面已經有經歷了5天喔 這個檢疫自來水喔 這個沒有辦法部落完全沒有辦法有供水 那這是將近150戶喔 400多人的用水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部落其實自己喔 也有自力救濟喔 大家喔 因為我們原住民族群喔 有我們自己的這個 呃 互相幫忙的模式 還有部落自主的救援喔 所以部落動員起來喔 整個部落的這個水源 水管的部分 就緊急趕快去 呃 拆這些 現在暫時沒有使用到的舊的水管喔 呃 兩 這個舊的水管 然後去那個山上的水源地趕快的 讓部落現在有水來使用 那像 左下方的圖 我們看到這個鐵皮喔 呃 把民宅還有攤販這邊去弄倒 相信 呃 教育處這邊應該也有在這個 呃 災害的部分有收到 這是光復國小 他的牛棚喔 直接的飛出校園 然後呢 真的飛得非常的遠 然後砸落民宅 來造成了這個 我們民眾的這個 呃 財產受損 所以其實 還有在更上方喔 有這些什麼 呃 提防啊 潰提啊 齁 很多的基礎設施的傷害 所以其實可以 可 可以知道 部落其實是 災情非常的慘烈喔 好 那這邊要特別請原民處處長出來喔 就是有一個部分 我很不解喔 因為呢 從 災情急報的 呃 會整表呢 因為我們 縣府的公開資訊喔 在 呃 消防局 會整 各個 房災單位 填報的資料 製作而成 而這個表格呢 其實是從10月29號 下午6點開始建立嘛 那每兩個小時 會產生 一個新的資訊 那這個 最主要這些資訊 是要提供 指揮官 可以快速了解 目前線內的 各項災害的資訊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喔 為什麼在這個 我們目前看到的 在11月3號好了 11月3號的時候 原民處這邊 上面的顯示是 原鄉無災害 喔 這邊是不是先請我們 原民處處長來做回答 呃 大會主席 張俊議長 呃 蔡經議員 呃 呃 還有 媒體先進 呃 大家早安 那麼 有關這個應變中心這個紀錄喔 呃 的確這樣的燈載 不是很理想喔 那我們也有建議 消防局 未來 這個 針對原民處管轄的部分喔 有沒有另外的資源 因為 呃 我們整個防救災的部分 依據花蓮地區的 災害防救計畫來執行 那原民處基本上 在 在工作上喔 分工上 都是屬於第二線的工作 對 昨天你就有提到 有議員質詢 你說你是第二線 但是我覺得原民處喔 應該是要站在第一線啦 雖然你的業務 你說很多的權責是在 分屬在其他專 我們其他的各局處 沒錯 但是原民處就是要掌握我們原鄉目前所在 災損的狀況嘛 你還是要把資料 這個是橫向線頭 到底你要怎麼去 去 去登記 那我們如果說是說怕有重複 那我們就來談 像檢疫自來水 也就是你的業務啊 那你這上面難道不能填說 檢疫自來水 現在受損的有哪一些嗎 我們現在看 明明你 你是 我們在這個 匯報裡面喔 有看到 十月三十一號 我們剛剛前面看的是 最後一個的那個資訊喔 十一月三號 你十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當天就是 我們徐社長在發布 我們有發布說 明天一一號 十一月一號 正常上班上課 除了某幾個鄉鎮喔 因為要清理 恢復家園 停班停課 在這個上面 你的原鄉災損的地方 你 你只有放了 玉里 喔 目前的 有一些這個供水的問題 那既然這邊都可以 提說顯示 玉里鎮供水中斷 目前道路中斷 無法送水 那其他鄉鎮的資訊 為什麼沒辦法提供出來呢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 你們會造成 指揮官喔 在判斷上面喔 會有影響喔 到底你們有沒有告訴縣長說 其他的原鄉地區 除了 呃 南區之外 中區也很多地方 沒水沒電沒通訊 部長你回答一下 好 是 那麼主要管制的項目 當然分開處理 就是避免重複暴戀 因為在過去沒有EMIC的時候 那我們原民處也是主動 包括封兵 總共四個鄉鎮所 公所 都會一直去打電話 還要確認 那這些都會重複暴戀 所以 我現在沒有在談重複暴的問題 好 根據消防局的答覆 應變中心開設期間 原鄉各項的災情 例如 因為這是我問消防局的 例如 撤離人數 傷亡人數 停電 停水 停化 橋樑道路損毀 農田 農業損害 公共設施損毀等 均回歸各專業業管單位匯整 好 剛才 處長你提的就是說 這些要第一線的業管單位來匯整 那我現在 我們就來談 原民處所管轄的 文化健康站 長者賽普站 原家中心 九條部落聯絡道 你們所屬的一些館場 像是風雨計畫 然後還有那個我們 現在在進行的重大建設 以及泰巴朗的祭祀廣場 重大的建設 以及簡易自來水的系統 這些就是你的 你要管理的嘛 你要回報的嘛 那很明顯 資料上面就是沒有顯示 所以我這邊要提醒的是怎麼樣改善這樣的狀況 不要讓它再發生 因為這是公開資訊喔 到現在民眾只要上網點下去 都看得到這些資訊 那就會很諷刺啊 什麼叫原鄉無災害 大家一直在搶救家園 怎麼會原鄉無災害呢 所以這一點我是希望 我們原民處處長喔 這邊內部看怎麼樣子 騰報資料是人力有問題還是 什麼因素 沒有辦法即時的回報 那我也知道在減水部分真的 所以我們在減疫自來水的人力上面 只有一個人來負責嘛 所以是不是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我們在災中整備的時候 我們有把減疫自來水當時 這個最後一次的應變中心會議的時候 我們也有報告啦 就是當時有34處的減疫自來水 總共3200戶是停水中啦 那麼那這個資料 包括細部的哪個部落我們都有詳細的資料 停水的戶數 對 所以就要顯示嘛 就像其他 那為什麼沒有這個我們會檢討 對 處長 就像其他教育處就會 資料就會直接很清楚出來 哪一間學校有什麼樣子的損害 然後要怎麼樣子來統計 這些都是有的 其實在其他局處的資料都有顯示 就是我們原民處沒有嘛 所以這個要改善 好 那我們現在來談 在4月23號 經濟部水利署 有來文 為了確保緊急災害發生時 民生臨時供水 沒有問題 不用擔憂 那在去年12月6號 其實有給各縣市政府 調查設置公用大型儲水桶的規劃案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知道目前我們整個花蓮 我們有67個檢疫自來水的系統嘛 對不對 是 67個 那我們 壽峰就是有水蓮米站 那鳳林的話就是三星 光復的話是大星 那封濱就八旗 八旗還有基旗 新社港口這些地方 那其實我們 那我想問處長是 你在當時回報的需求是多少 我們花蓮需要多少 這個儲水桶 湘宇說明 那個這個文來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 請各公所來填報需求 那當時各公所的填報 並沒有沒有太多的需求 但是 所以處長 你又說各公所去填報 原民處自己就有在管 檢疫自來水的有管委會嗎 原民處這邊可以自己再去聯繫 如果發現各公所填報的需求量 沒有那麼大的話 那就是有問題嗎 你可以判斷有沒有這個需求啊 我自己知道我中去的話 只有回報什麼 復興部落 封冰箱復興部落 一個需求 那我們回到公文上面 中央就有編這個預算啊 再問你花蓮縣政府 住民部落有需要 有沒有這個需求 在4月4月的時候 在發生地震之後又有來文 說有沒有這樣的需求 那都不回應嘛 湘宇說明啊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 回報給經濟部水利署 他也在114年的這個 匡列預算裡面 納入了 那數量的部分喔 都是 由原民處跟我們的 跟管委會這邊 好那就請原民處提供 你回報給中央的數量是多少 我們希望這樣的事情 不要再發生 因為只要有天災 減水就沒有辦法使用 那我們要有預備的方案 除水桶就是一個 可以解決的方式 這個在114年會落實執行 好那我們再來看你的 業務檢疫自癌水 還有我長期一直在關心的 自癌水的鹽管的部分 因為我在今年的8月21號 有前往我們鳳林 三星部落會刊 檢疫自癌水的設施改善 那當時的決議是說 我們的蓄水池的屋頂修散喔 還有這個淤泥的抽牌 那原定這個工程喔 我們是要在10月30號完成 但是目前因為颱風的影響喔 那可能進度會有一些延後 那我們現在 處長你掌握的進度是怎麼樣 鳳林嗎 對三星 因為他們也是在這次災害喔 五天喔 沒水沒電的 抱歉這個鳳林的部分 我們目前沒有掌握 我們在事後再 再向一座來報告 你沒有掌握喔 其實我還是要謝謝承辦人員啦 現在我們這個原民處喔 這個工程的部分喔 已經有給我一個資料喔 那我這邊其實 都有會整資料啊 所以我覺得處長 你不應該這樣回答 你沒有掌握 你明知道這個 這個提問喔 已經問了很多次了喔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還要再加強 到底我們的工程喔 會有什麼樣子的災損 有什麼樣子的這個進度 一定要掌握 我們看一下這個簡報 好下一張 其實在第一次的定期大會 還有上一屆開始 我一直不斷的在講 簡易災水喔 他的問題就是天災的時候 就會沒有辦法使用 希望 縣府大力的來協助 怎麼樣把很多區域 沒有自癌水地方 可以納入自癌水的地區喔 那我們來看到三星部落 之前他們也是希望 可以申請自癌水 那當時我的建議就是 爭取花冬基金來解決 這個供水的問題喔 花冬基金第四期 其實在 前幾年都一直在提說 第四期的時候要 要來爭取喔 解決這個供水的問題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自癌水的鹽管案的經費來源 依舊沒有下文喔 那 處長 這個部分 你這幾年有做了什麼努力嗎 向議員報告 這個自癌水鹽管的部分喔 我們從110年 110年 然後到112年 112年 再接下來 下一期 114到117的部分 我們都以 除了前面兩期的部分 已經核定之外 另外下一期喔 的部分喔 也匡列了4億2千萬 沒錯 4億2千萬 但裡面就沒有 因為最主要4億2千萬 是之前南區 南區的這個自癌水的問題 所以呢 在眾委員喔 還有縣府 還有我們大家努力之下 現在不是就是 有放寬這個60萬上限的 六十萬的上限的部分喔 是 經濟部水利署 跟國發會建議 目前國發會也同意 送行政院 現在行政院 還沒有正式核定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談這個 鹽水 鹽管的部分喔 我先舉例好了 自癌水鹽管案喔 這個我上次也舉例過好幾個部落 好 我現在來舉例 以光復鄉大華大全環山案為例 總工程經費2千4百萬 那目前呢 有提出要申請的是 二十八萬 那如果以現在六十萬計算的話 就不夠嘛 就有差額七百二十萬的部分 齁 但現在大家也在努力 在中央部分 要把它提升為 一百萬計算的話 這一案就可以符合標準 所以 中央預算還是非常的重要喔 那第二個就是 鳳林鎮三星的案子喔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三星喔 吉拉卡一樣那邊 工程經費為兩千五百萬 那目前的戶數為三十戶 也一樣用 目前補助標準六十萬的上限來算的話 他可能還是需要四十二戶 所以戶數不夠 差額也是七百萬 但如果提升為一百萬計算 就可以符合提案的規定喔 所以像這樣子的案子 他其實就是 可以去施作 但是他就是有這個差額嘛 這個差額的經費也不算很大 如果一個差個七百萬 然後 縣府如果有編列預算 要怎麼樣子來做調整 像這樣案子建議你們編列預算 協助族人來解決這個 長期無自來水可用的問題 這個到底提了很多次 到底可不可行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需要 處長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對於檢疫自來水的部分喔 我這邊還是要提出要建議喔 縣府要訂定檢疫自來水的系統災害 緊急易變的計畫或措施 因為我知道在一月份 好像你們有跟這個 自來水公司有開過會 那到底現在訂定的狀況為何 那期許能夠有效的 因應突發性的 減水系統停水的災害 因為災害一定無法預期 但是我們遇到的時候 怎麼樣子來解決最基礎的民生 用水用電通訊這樣子很基本的需求 不要每一次族人們就說 為什麼恢復的最慢的是我們 所以我們原民處要站在第一線 不要覺得自己是第二線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要把自己放在第一線 現在先請處長 在後面一下我接下來要來問的是 我們農業處 我們現在來談這個實踢瓶的灌溉設施 因為這也是每次定期會都在談的 因為又來了 實踢瓶的灌溉設施命運坎坷 之前修復好了 去年可以更做了 但是這次的颱風又損毀了 而且損毀的更嚴重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這個要怎麼樣子來進行協助 也是我們要去想方法的 那上一次施工的工程損壞了 那灌溉用的這個水源地全毀 那我們有看到先前請這個 林務局這邊來做協助 還有那個水保的部分 那有中央單位有施作了這個我們 這個實籠嘛 那目前又水管的邊坡又有滑落 那農業處這邊應該有掌握到這個資訊 那現在請回答要怎麼樣子來做協助 好大會主席張院長徐副議長 所有的應允理師先生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感謝一進議員其實針對我們 相關的一些部落用水或是灌溉設施 都有持續的來關心 那其實針對損害的部分 還是要請各項公所一定要儘速的提報上來 在災負系統如果能夠在災負工程 來進行維修的話 其實經費是能夠最到位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包括我們也會 持續的跟不管是我們的林務單位 或者是我們的農水署相關的單位 一起來看怎麼給部落這邊最多的協助 那後續的持續辦理狀況 也會再跟議員這邊來做持續的更新 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今年度這個 災害準備金的部分 今年度的總預算是四億 那後來又有追加預算兩億 所以災害準備金的部分 如果剛才有提到的話 那我們也是非常期盼 這個農業處再加把勁 看怎麼樣子 來解決這個灌溉用水的問題 那接下來又要再提到我們新色小湖船奧 首先我們先那個恭喜一下我們的新色國小 因為我們這個新色國小 是這個葛馬蘭族的巴特洪漢的實驗教育 正式的啟用 那我們在這個成立的當下 我們大家也都非常的期盼 我們周遭的這個新色小湖船奧 可以成為我們 我們葛馬蘭族群的這個海洋文化傳承的一個基地 文化學習的場域 那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新色小湖船奧的改善工程 其實這是112年的 去年就通過500萬的這個經費 追加預算加起來500萬 那改善這個最主要是要改善這個 異船道和小型的清淤整平工程 這部分也要還是要再次謝謝縣長 在當時追加了變成我們總經費有500萬的部分 但是很可惜到目前我們還沒有動工 所以本期在10月28號的時候 也還是有前往會刊在這個 剛好在這個在颱風之前 那當時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要來修正部分的工程項目 因為一直流標嘛 無法發包出去 那請問一下我們這個處長 現在的進度為何 好感謝議員的關心 這邊跟議員說明 那其實本來在本來的規劃裡面 除了周邊改善之外 還有一個廁所用地的一個部分 那也感謝大會的支持 讓我們通過這樣的追加預算 那只是比較可惜的是 在廁所用地的部分 因為所有全人的一個不同意 所以我們後續在修正預算書的時候 是將那個廁所那塊的部分去做去除 那只是沒錯 因為去年就是不同意嘛 我們一直在努力之下 還是應該也不是說不同意了 就是反正很多的因素 現在尚未取得這個這個同意書 我們還在努力還是要不斷努力 希望可以取得同意書 那目前沒有取得同意書的時候 的結論也是說變更我們的設計嘛 再來在10月28號的時候 我們前往會看 還沒有在颱風之前 我們會看的時候就有發現 其實在經歷了地震 然後還有前幾次的颱風 其實現場這個異傳道變得更糟了 整個狀況不太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左上方的那個照片 是當時11月28號的時候 在現場異傳道的這個情形 還有我們當天下方就是 當天在開會的時候狀況 其實那個地方還是相 其實在在異傳道還有周邊的路面 其實還是還沒有那麼嚴重 那你看到右手邊的圖片 就可以知道 在我們颱風過後 全部就是布滿著我們的漂流木 然後其實在異傳道部分 也有很大的損害 所以就算我們的漂流木已經 清除的話還是無法使用 這個部分 那所以現在是當時想說 500萬的話就只做異傳道了 要改善變成只做異傳道 來希望有更多的這個 這個應該說那個發包的成功的機率這樣子 那我這邊就是現在我們這個部分要怎麼解決 因為以前漂流木已經很多了嘛 所以會造成災害 那我們這個500萬的部分 現在在努力的去改善可以去招標 那你跟議員這邊說明 就其實抗熱颱風之後 縣長帶隊連續三天的不停的全線進行勘戰 那包括我們這個地點 縣長也有去親自會勘過 那也跟公所一起 那目前的決議是會有公所來 趕快提報我們栽准金的一個程序 因為其實整個的情形 是比原來的一個範圍 災害是更加擴大的 相信議員去看到也可以知道 不只是漂流木的一個堆積情形 那更重要是整個一個 小湖床上那邊的一個損壞的狀況 沒錯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可能用栽損金或者是這個公所在栽號後 就是要轉縣服 有沒有機會送 當時縣長我知道是說 希望也可以跟中央去爭取一些相關經費嘛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跟中央申請相關經費的話 我們知道是 我們有一些類別 就是災害受損有一些類別 那請問一下小湖床號 會算是哪一個類別 小湖床號的話 應該會先 我們會先以 就是他是以 我們先 就我的理解 他會先從H3的方向去做 但是其實後續提報的話 修正 中央申單位來會看的時候 都給我們進行一些修正的方向 那所以這個部分 後續我們就是等提報完成了 那中央核定下來之後 也跟議員來更新這個資訊 那其實在會看的過程 都會依照中央的一個 而判斷來做一些修正 那我這邊 因為建設處比較多經驗 是不是請這個鄧子余處長原地 回答一下 就是這個報災害的話 因為剛才我們農業處長說 用H3的部分 或者是漁港的方向 這其實都是可以去討論的 我們登處長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是用哪一個類別 會建議用哪一個類別去申請 是謝謝議員 那因為我們災害的這個提報的類別非常多 那原則上的話 呃 他有這個農路的類別 也有漁港的類別 對 那我們現在不知道說 這個提報會不會過嘛 對不對 然後不符合 那我們現在來看簡報 這個是農工科 謝謝那個登處長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農工科 這邊有回覆 在提報災修的作業流程的時候 從公所在災害發生的時間 去初刊 然後到後面會整之後送工程會 給我的這個流程是 大概需要一到一點 呃一個半月啦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那工程會統一收案之後呢 呃到最後這個審查 呃會刊 然後完成這個審議的工作 那最後回覆 會回覆我們的縣府 核定的結果 這邊說也要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所以來來回回 這樣也是起碼 三個月 可是以前前的經驗喔 其實也沒有這麼快嘛 對不對 處長 那我們現在到底這個 五百萬喔的部分喔 我是還是強烈的希望喔 好好的運用我們現有 現在好不容易從一百一十二年喔 所保留下來的這個 五百萬的經費啦 處長 你要怎麼回答一下 五百萬的經費 其實跟議員報告 那這個整個經費的話 其實包括我們那個 能夠儘快的修復一定是為了儘快辦理的 那這個經費的部分 其實我們整體來說 不管是我們小湖這邊 整體的一個需求或是狀況 那其實剛剛有跟議員提到 在會刊的時候 其實就請公所用災害準備訓練程序 其實這也是非常快速的 那不會說 呃像是一些程序上面一些 我這邊就是要提醒喔 提醒喔 因為之前也提醒很多次了 在講說統一書的取得 案子要怎麼發包 可是都不採納嘛 所以到現在我們一百一十二年 到現在案子 我們還是這個地方傳 一傳到一直沒有辦法去修繕 那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明年喔 三四月就新設的海季了 那這樣修繕來得及嗎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請處長喔 回去喔 提供書面資料給本席喔 你們到底接下來 我們這五百萬 我們要如何努力的 讓他可以順利的發包出去 至少有這五百萬的工程經費 可以盡速的來修繕一下 我們的這個逸船道 好然後再來是那個 也是一直在提的這個 基期的船隻進出的安全喔 其實到目前為止也尚未改善了 因為每次回覆都說 這個不屬於你們的管轄的範圍之內喔 所以這個我覺得 我們還要再多做溝通啦 那這一次也辛苦 但是我們各項海岸線的這個修繕部分 還有實體港現在的搶修 可能在清淤這個部分的工法 工作的工項 我建議就是近期喔 因為我們這次的會刊喔 還有縣長下到這個 我們海岸線的時候 其實是副處長出席的喔 我希望喔 在這邊提出喔 我們的處長喔 還有雲木柯柯長喔 再安排一次 我們農業小組喔 我們在近期喔 趕快到現場喔 再去看一次喔 後續你施工是怎麼施工的 施工的方式喔 不要到時候做了喔 又跟這個漁民喔 所想的不一樣 好 那農業處 處長請回 好接下來我們來談這個太棒激勢廣場 因為剛才 有在講到我們原民處喔 最主要災災害的部分喔 所管理的 這個 場域喔 那太棒激勢廣場 還有風雨計畫 這兩個大的計畫 我們看到太棒激勢廣場的周遭 其實在這一次喔 大煙水喔 在左邊的部分喔 那個缺口下面喔 他不是魚尺喔 他那邊是這個太棒激勢廣場 還有現在所有計畫喔 所進行的工程所進行的地方喔 所以其實是煙水非常的嚴重喔 那昨天喔 本席也還去到現場喔 那其實公所還有這個搶修的部分喔 大家很努力喔 來這個 讓我們的廣場這裡喔 昨天也順利的完成了這個 清掃清潔的工作 那未來我們也看到 現在在進行的是我們太巴朗的這個 青年會所 蘇拉拉蛋的工程 那 呃 在大家努力之下 現在已經有一個走 走的比較順暢一點 那我們可以就是 呃 應該在今年喔是可以完工啦 那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聚會所 他其實在災害的時候也 也經歷過了考驗喔 其實我們的這個會所喔 他其實整體的災損沒有很大 但是他在材料上面喔 還是有一些受損的部分 所以昨天 呃 科長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有跟民眾還有我們族人 村長代表喔 也有做了一些溝通了 那我這裡要問這個 我們的原民處處長喔 未來在太巴朗祭祀廣場二期的 現在在進行這些二期計畫 要如何改善周遭這些排水喔 預防淹水 請處長回答 有關太巴朗祭祀廣場 整個區域排水的部分喔 這個部分我們會重新檢討 因為 這個經過康瑞颱風之後 包括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水量是真的很大 也超過以前我們的所有的預估值喔 加上立太溪這邊也暴漲喔 也有溢流到這個廣場裡面來喔 所以包括可能將來立太溪的整治 雖然這個可能是其他的單位 不過這個要整體一起考量 還有內部的排水的 那個處長 因為這個是很多的單位 也有中央單位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有工程 在這邊還會持續的進行嘛 進行工程當中也有包含 這個排水設施的相關的作業 所以在這部分喔 我們還是要盡早有一個規劃藍圖 而且部落這邊也常提出說 這邊一直淹水 有沒有可能喔 把他這個架高 在這個我們目前的這個基地 所以這個可能都是後續 我們要去部落再一次的溝通 然後還有原民處這邊也要 在後面的我們的這個工項的部分 因為還有部落的廚房喔 還有那個其他的相關設施廁所什麼的 這些的工程的部分喔 一定要把他考量進去喔 那再來是上次會期有風雨計畫 有提到經營人才的培育進度 然後後續的一些管理的這個部分喔 要上次提說請提書面資料 但是其實沒有提嘛 沒有提供給我們嘛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是昨天我拍的這個空拍 我們目前這個風雨計畫的外觀 第一期其實做的差不多 有一些工項可能在第二期的部分來進行 那內部的裝修也在要在第二期裡面 還會再進行 那我們接下來是要求 我們在第一期工程在今年度完成的時候呢 就是要到部落開說明會 然後邀請部落裡面的相關人士前往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目前的空間規劃是怎麼樣 因為後面的經營管理這個很有相關聯繫喔 所以希望是12月的時候要安排這個地方說明會 在這裡 最後我這邊在就聚會所的部分喔 選幾個來跟這個 我第一輪的質詢就選幾個來跟我們的 處長來做討論喔 第一個就是池南聚會所的部分喔 池南聚會所今年已經召開了三次的這個部落的說明會喔 相關的意見會納入這個設計的修正當中 那先前回覆的資料是顯示喔 預計12月的時候取得建造 明年12月完工 那大龍部落聚會所呢 我們現在看鳳林這裡 10月18號的時候 我們有一同喔有辦理召開的部落的說明會議 那當下部落也有提出喔說喔 因為是在平日召開 所以是不是要在假日有更多年輕人喔 或用什麼的方式喔 可以再廣納其他的意見 那我們再把相關的意見納入這個設計的修正 那預計當時是預計11月底完成設計啦 12月升起建造 12月20號上網公開招標 那我這裡要問這個原民處處長 針對大龍的第二次說明會排定在什麼時候 那池南和大龍的聚會所 會照進都進行嗎 相議員說明喔 大龍部落聚會所的說 部落的說明會 在6月跟10月我們都都召開過了 那如果部落有需求的話 我們本來在預定 我們希望在這個月底喔 11月30完成整個細部設計 那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月就要召開第三次的這個部落說明會 其實先前有安排這個月要再召開第三次啊 因為10月份才辦過 沒有因為10月份那一個場次我就在現場啊 又有一些問題啊 所以要盡快再召開 人數沒有那麼多 那還有設計圖的部分也沒有很詳細 那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再召開部落的說明會啊 不要管他說幾次啊 因為你就是溝通不足嘛 所以這還要再召開說明會 我這邊提醒啊 那第二個我們來談那個受封聚會所 受封聚會所先前就是卡在這個建造的過期喔 那我們在6月17號重新取得了建造 但是呢就遇到了原來的廠商申請終止契約 那目前原民處處理的狀況為何 我先補充一下大龍聚會所的部分啊 另外一個比較合適的就是 我們在西部設計完成的時候 因為剛剛這個預言也有提到 有些圖面可能覺得不太清楚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你那個可以書面再提供 受封的部分是這樣 目前廠商還是堅決要解約 那麼我們在11月5號也請公所 然後邀請本府的各個單位來共同營商 目前的方向可能是 如果他在因為11月8號明天 要召開下一次的這個 我們旅業爭議小組的會議 如果結論是要朝解約的話 我們就盡快解約 然後再重新公告 要趕快的去介入 因為不然好不容易6月17號又重新取得建造了 這樣一放下去是不是下一次又建造又過期了 這樣子一直反覆是沒有辦法解決事情 本府已經有積極的來處理 包括本府各單位還有履約爭議小組 因為我們這邊提出來就是因為 受封部落的族人非常關心也很期盼嘛 那現在卡關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透過我們的質詢 可以了解到廠商無法履約嘛 是 有一些爭議 所以這個部分現在就卡在這裡 那如果明天明天的這個小組的決議是要解約的話 我們會盡快解約 好那就等明天明天的這個會議喔 有有結果的話盡快的來通知本期喔 那再來就是月梅聚會所部分喔 9月8號有前往月梅部落參與部落會所的討論 那相公所在報告的過程當中 因為發現聚會所喔 是這樣講的喔 所以因為發現聚會所喔 屬於考古遺址的範圍內 那其實這個之前就已經有公文給 這個相公所了啦 那那目前遇到狀況說是需要考古視覺的部分 那這邊我可能因為現在是要考古 我請文化局局長是不是可以回答喔 因為民眾現在很擔心說 我們這個呃 月梅聚會所會不會因為考古遺址而去影響聚會所的進度 那是不是請呃 處長原理回答就好了 這個問題其實是呃 月梅聚會所的新辦事業計畫 是在111年底的時候核定 那核定版的內容就有考古遺址的工作需要處理 那只是後續在爭取經費上面遲遲沒有下文 那在今年公所呃 在原民處的協助底下 目前提報的計畫在原民會正在審查中 那考古視覺的經費 經過我們考古館考古工作隊的協助做評估 大概是110萬 含在提報工程規劃設計款內 那代原民會呃 核定含下來之後 我們會持續來做協助 好因為這個部分 我不希望說齁 又再改什麼位置喔 因為其實根本就已經要來不及了齁 不會因為核定之後 工程規劃設計到發包的過程當中 我們考古發掘的工作就可以完成 好 好謝謝文化局 那再來是奉信聚會所的部分喔 最後奉信聚會所部分 我這邊收到的這個資料是說 因為機關名稱與藤本記載不符 導致無法拨用 處長是這樣子嗎 是但是這個已經 已經更正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好 那以上喔 是我今天喔 第一次發言的諮詢喔 那就時間 剩下時間保留 好謝謝 好謝謝 蔡經議員質詢 那接下來請 副國營議員質詢 質詢時間50分鐘 好 謝謝大會主席 張俊議長 還有徐哲衛習縣長 兩位秘書長 以及各局處處長 本會議會同仁 新聞媒體先生女士們 大家早 我想 這一 今年喔 我們花蓮喔 非常不平靜喔 除了之前的 0403大地震以外 後續喔 老天 也對我們非常的眷顧喔 一直給我們 不斷的考驗 考驗到我們花蓮人的一些 團結的決心喔 那在這一次的天災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縣政府 在 颱風來時 就已經 預備了一些緊急措施 那在開設這個一級 防災中心以後 那陸陸續續 針對一些危險的一些 地區 做一個撤離 那 我們 最辛苦的警察同仁 警銷人員 他們也都 立即的召回 然後 放棄了這個休假 那在這邊 因為 本時一直以來 都很關心 我們警銷同仁 基層原警的一些權益喔 那在過去 去年 中央開始實施我們 警察健康權 兩百四十個小時以後 其實 都是 在照顧我們 基層原警 的基本 一些工時喔 也不希望我們 警察同仁 太過於勞累 因為 過去 台灣 一直屬於 這個過勞時 風險高的一個國家喔 那 這一次因為 來了 台風了以後 我們 警察局 有 立即召回了這些 休假的同仁 然後 加入 勘災 防災 那 針對一些基層原警 他們所謂的超死喔 因為 我們的這個 警察這邊 會有一個專案業務 加班嘛 然後 然後到整個月底的時候 他們所謂的超勤喔 是不得超過八十個小時 那就是跟這個健康權 兩百四十個小時 是一樣的喔 那 之前 因為健康權的問題 鬧得蠻大的 因為 有很多的派出所 因為人力的不足 所以 導致有時候沒辦法休息 他不得不超死 那這個問題 去年也有 經過協調以後來解決 就是有的以這個 所謂的 派出所主管喔 他來做一個 補修 認為 我們不能補錢嘛 因為錢已經 最多就是 可以報兩百四個小時 超前的部分 最多就是可以報足喔 那 至於他超死的部分 就由各派出所下去 來做一個斟酌 好 適宜補半日休還是怎麼樣 那 這個 風波 就慢慢平息掉 那這一次又因為專案加班的部分 由 我們警察局 喔 來 下令啦 我不曉得 等一下再請局長來說明一下喔 為什麼他只 最多報80個小時以後 後面的這個超勤的紀錄 就 一定要刪除喔 我想這個紀錄 是 代表著這個 員警喔 他在 這個 颱風來死喔 他所做的一個勤務 那 怎麼可以要求 我們業務 來刪除他的這個 執勤紀錄 那如果我們不能補這個金錢給他 那是不是給予補修 那這個 專案 超勤的這個預算 是不是 今年有編組 那等一下 我想請局長喔 一例來說明 如果可以我們來補 錢給他 如果不行 我們是不是給予補修 我想請局長先說明一下 我剛剛本席所說的這個問題 大會主席議長還有副國院副委員 副立委員還有各位在場的議員大家好 我想 對於那個保障法的問題喔 我想警察人員如果超過80個小時 我們都會給予補修啦 我們都會給予補修 沒有問題 絕對不會說 不准同仁超過80個小時 警察局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 那在這邊有局長很親口 剛剛局長你把我升官了 我都會覺得有點流汗 沒關係 我想說 剛剛有局長親口來回應 本席的問題喔 我相信 這個問題要把它很確實的 讓我們基層員警知道 說如果你超勤80小時以後 其實你的辛苦並不是在做義工啦 那我們也是給予他 可能用補修的方式來補償 幫他嘛 這樣子對我們的基層員警才是公平的 因為我們平常的 這個勤務那麼辛苦嘛 對不對 那以上 局長請回 謝謝 謝謝 我想喔 這個 警察的權益喔 我都一直在 維護者齁 我希望 都可以做到非常的公平喔 尤其是 警察同仁的勤務非常的繁重 那再來 我想齁 針對我們縣長齁 你在任內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議員都有來 詢問過我們花蓮市的殯儀館齁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遷移 那殯儀館這一個事件齁 已經存在著那麼久了齁 我有大概在網路上齁 抓了一些影片 那這也是各縣市齁 他們在做殯葬園區 在開始評估的時候 就會考納進去的 因為 今年的這個民政處齁 我們剛剛通過了一個800萬可行性評估嘛 也順利的招標出去了 那我在這邊這個時候 就是要來給這個民政處一點建議齁 那這邊看到的是 為什麼要蓋在這裡 我們可以清楚看得到 為什麼他們的火葬場 在哪裡 然後他們就會把殯儀館移到那邊 因為 這樣子可以方便殯葬園區一人化嘛 再來 那他們在設置的當中 你看現在的殯儀館 不像以前的殯儀館 會讓人家覺得說非常的陰森 不得靠近 還是說 會讓小朋友很可怕 現在的殯儀館設置的在 開始規劃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融入到社區 甚至把它做為公園化 不是只有殯儀館可以使用 平時 也可以讓附近的 周遭的這些居民 可以到那邊去散步啊 甚至利用這樣的公園 好再下一頁 那整個這個廳設齁 由新的規劃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整齊 這個都是外縣式的啦 再來 由開始設計規劃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希望說我們花蓮縣政務 尤其是民政處你的業務那麼多 能夠在規劃時 可以多納 吸取一些外界的一些意見 甚至有一些 專業人士的這個建議 都可以納入 再來 這個是大甲的那個殯儀館 再來 這個是做已完成的這個殯儀館的這個廳設 就看得非常的整齊乾淨喔 不像我們現在 花蓮室的殯儀館 因為花蓮室的殯儀館 要容納我們 花蓮室跟吉安鄉 近二十萬的人口 那 尤其 他的 過去的廳設沒有那麼多 已經 負荷不了了 那 尤其我們現在的中央齁 又不能讓我們一直補助 給這個殯儀館 因為 他認為我們殯儀館要遷移了 所以他不願意再投入更多的金錢下去 好 下一頁 這都是新的這個 在外縣市新 新做好的這些殯儀館停止 再來 再來 好 這就台中嘛 你看 他們就是 我們的 盧秀燕市長 他們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殯儀館改建 好 終於迎來改善的契機 好 下一頁 好 我想在這邊 我也把 過去 縣政府在 推動我們 這個殯儀館遷移齁 也用了很大的用心 那有遇到一些問題 或是簡單大概齁 在這邊 列出來 因為 我們 許縣長 他也很認真 在為這個殯儀館遷移這件事情 來努力 但是呢 他說齁 因為選址的關係 地方民眾的陳情 所以評估 每一次地點齁 一公佈 就會 遭受 地方的一些民眾 來陳情 甚至抗議齁 我想 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要來解決 齁 我們就是遇到問題 來解決問題的嘛 好 下一頁 好 我把這個大概齁 把我們的這個殯葬園區 一元化 大概 可以 一些建議 我把它 列出來齁 第一個就是 如果火葬場在哪裡 我們殯儀館 就把它設置在那邊 整體規劃了以後呢 可以減少一些交通的不便 縮短火葬場的距離 因為 我們一直到現在 我們從花蓮市殯儀館 要把我們的這個 仙人的 要送去火化 這個 都會經過我們市區 那就會造成非常多的交通不便 好 再來就是 如果 不是 如果 我們要設置 殯儀館的地區 我們 把地方的回饋機制 先把它說明齁 譬如 像過去 為什麼 火力發電廠設置在我們和平 我們和平 的居民也 發動抗議 那最後還是讓它設置了 就是因為 它的回饋機制 我想 回饋機制 你如果 可以讓民眾非常清楚 知道說 你來了我這邊 我有什麼好處 你怎麼樣照顧我們 然後 如何把這些做得更好 我相信 那邊的居民 甚至鄉親會 願意讓你過來 而不是 去 簡單的說明 我們就是要來這邊 好 蓋殯儀館 好 甚至把這些人家過去不要的 我們移來這邊 好 當然 百姓就不願意嘛 所以呢 我們的回饋機制 如果讓 我們的鄉親知道說 你來了以後 我們這邊的 我的房價 低價稅 可以減免 甚至 照顧他們的小孩 好 只要所屬的這個村裡 小孩子念到大學 我們都給他全額補助 甚至他們的老人 我們固定 六十五歲以上 再發放年金給他 我想 你的回饋機制 你的利多 多給他 因為我們的殯儀館 是營利單位 他是會賺錢的 我們所賺的錢呢 我們其實來回饋給鄉親 我覺得都再不為過了 那他的土地呢 因為 可能 在火葬場那裡的土地 並不是 很有價值 再來他耕種的 也非常的不好 如果我們政府願意 徵收土地 接近市價來幫他徵收 我想 他們也有可能 願意把土地釋放出來 再來 冰葬園區 如果 我剛剛說的 多做幾個說明會 讓這個 民眾對這種嫌惡設施 可以改觀 然後 把這個冰葬園區 在規劃時 把它做成公園化 讓民眾也可以知道說 冰藝館不一定 不一定只能夠做 冰葬使用 還可以跟公園一樣來散步 甚至 把他的地區 把它推動 都市更新 因為 有很多的這些 外 外來的親友 要來送我們 的這個 親屬最後一層 那需要住宿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當地 鼓勵一些 民眾來做民宿 可以減少 讓他們 增加 應該增加他們一些 就業的機會 經濟的繁榮 我想 還有一些 冰葬的業者 要賣的這些商品 也可以在附近 來開設這個商店 這種種的一些利多 你讓 這個民眾更了解 我想 反抗的這個聲音 就會 比較小 那我現在就想 請這個民政處 處長 來簡單說明一下 你對這個 冰葬園區 現在要做 這個可行性評估 要做到什麼樣的階段 然後 大概 預計 什麼時候 可以把這個 可行性評估 可以做出來 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殯儀館 到底 什麼時候 可以 開始準備來遷移 好不好 處長 好 謝謝 大會主席 張議長 徐副議長 以及在場各位議員 縣長 勞秘書長 陳秘書長 以及在場各位局處首長 媒體先進 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好 謝謝 副國營議員 對於 冰葬相關 預言化的 這個關心 那目前民政處呢 針對於我們 冰葬 預言化的選址 以及相關的旗程呢 都在密集的進行當中 在今年度呢 也召開了相關的會議 目前可行性評估 也已經決標了 那當然我們在可行性評估的部分呢 大概執行的旗程是大概380天左右 在這個期間裡面 當然會針對各項可行性評估 以及議員所建議的 所提的 我們包括了這個到縣外的一些的參訪 去了解一些縣外目前在相關這個計畫設計的內容的參考 以及未來回饋機制的研定 以及說明會跟地方的互動等等呢 也都會是在我們未來可行性評估的一個作業的內容 好 我想 我們為了要推動這個冰葬 冰議館齁 來遷移變成我們冰葬議員化齁 我想縣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用心 希望在這個公聽會 說明會的時候 都可以邀請各地方的民意代表 甚至這個村民齁可以加入 讓他們也了解到 我們現在要設置這個冰議館 其實齁 是非常的困難 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的支持 才可以把這個困難的任務來完成嘛 對不對 好 以上 謝謝 處長 謝謝 我想花蓮市公所齁 為了要把這個 當時要把左倉公墓 要來開始慢慢遷移 變成現在的這個 花蓮全民運動公園齁 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由過去的田市長 還有魏嘉賢市長 都花了很大的努力 我希望許正衛縣長 也可以齁 把這個冰議館來遷移 這樣那麼大的 對花蓮人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可以把它完成齁 在這邊也是要給我們縣長來鼓勵齁 好 再來 我想齁 花蓮現在所遇到的齁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徐縣長齁 非常支持齁 就是不再用廚餘來養豬 因為就是怕我們的非洲豬瘟齁 萬一有什麼意外 會造成我們的序幕來嚴重的打擊齁 所以呢 其實有很多好的一些方法 跟一些資訊 在外地齁 其實已經慢慢 都有在陸續的一個計畫來施作齁 我想黑水芒齁 這個是我們地表上 史上最強的一個青稻物 有很多人可能一定都知道了齁 但是有些人可能也不了解 它到底是什麼 是昆蟲還是植物齁 我現在來介紹一下 來 下一頁 像這個 就是已經開始齁 有在外縣市在利用黑水芒來解決 我們一些廚餘齁 好的一些報導 好 再來下一頁 黑水芒齁 它其實齁 可以 把我們真正的這個廚餘完全去化掉齁 去化掉了以後呢 它的本身齁 是屬於滿一個高蛋白 它的這個烘乾以後 也是屬於一個 我們有很多的幾釘子 可以做一些美容的一些原料齁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新竹縣齁 他們已經開始齁 陸陸續續齁 要準備來用這個黑水芒齁 來去化他們的廚餘 那在嘉義呢 他們也一定在利用這個黑水芒齁 來解決他們的出意 好 下一個 這個齁 我給各位看一下齁 這是我去拍的真實影片齁 來 你看一下 這是真的齁 黑水芒就這樣子 你看起來沒有什麼 其實它有 可能有 有不知道有沒有幾百萬隻 反正就是很多的齁 然後下一頁 這個就在我們花蓮齁 再來 這個就是黑水芒 我們把它烘乾的時候 齁 再烘乾的這個過程 好 下一頁 這個就是烘乾以後的成品 他把這個成品齁 如果未來齁 可以得到這個 就是所謂的 廢棄物再利用的一個許可 他就可以把這個賣 賣掉做什麼 來 下一頁 好 賣來做養雞的飼料 他除了這個 烘乾的這個黑水芒乾 可以做飼料以外 還可以 再下一頁 他的幼蟲齁 就是在 他在 開始去化的 那個 我們廚餘的時候的幼蟲 你看 可以拿來餵魚 這時候是很好的一個高 高蛋白 好 下一頁 沒有了 好 這個 以上 我剛剛提供的一些 黑水芒的一些資料 就是希望說 我們花蓮縣政府 其實我們的環保園區 過去 幾十年來 不斷的 招商 不斷的 注入經費 不斷的 購買設備 尤其 針對我們花蓮縣 全縣的這個 廚餘的部分 非常的頭痛 甚至 發現 有業者 直接就把我們廚餘 埋在農田裡 去污染我們的農田 那每一次 在 環保局開會的時候 我們都不斷看到環保局 為了要處理 這個廚餘 就要徵 開始編列預算 甚至跟中央要錢 來購買設備 來解決這個廚餘的問題 目前 我們環保園區 針對廚餘的部分 是把它 直接瀝乾 後來把它做成 有機的一些肥料 來提供給我們這些農民 來施肥 但是 這不是長久之際 我們既然 發現了 可以 有效 去化 處理的一個方法 我們為什麼 不試著去做 據本席知道 之前環保局 曾經 有讓 這個 飼養黑水盲的 這個業者 來嘗試 但是 好像效果不好 不是每一個人 我應該這樣講 一種生意 不是大家做都賺錢 平平大家都在 假設 大家平平都在賣飲料 為什麼那一家飲料 特別的 有人買 特別生意好 我這一家的飲料 就沒有人要買 同樣在賣飲料 同樣在賣吃的 不管是 面食也好 為什麼他生意特別好 他一定有他專門的一個所謂的技術 甚至他有一個竅門 他不願意告訴你 所以他生意非常好 那 生意不好的呢 你總不能說 去 就是 不去改進 然後呢 去驗天遊人 說為什麼大家不願意來我這邊消費 一樣的道理 今天 環保局 有曾經 讓業者來 用黑水盲 來去化這個廚餘 效果不好 他們覺得這樣子是不行的 但是不見得 其他的人的 飼養 黑水盲的這個技術 就沒有辦法去化這個廚餘 所以 我們是不是 我們已經看到 其他縣市有這麼好的一個 所謂的 成效 去化廚餘的成效都已經出來了 他們 整個縣政府也都全力在支持 黑水盲 來做一個去化 我們花蓮新政府 是不是要重新再來考慮 找幾個比較可靠的業者 甚至到西部去取經 去了解 來解決我們花蓮縣 這麼龐大的一個處理的問題 我想 我這邊要請縣長齁 縣長其實 本席只想請你 再回答一下說 你願不願意 再讓這個花蓮縣 來嘗試 黑水盲 來處理我們這個處理的問題 願不願意嘗試 像你直接在 就地回答說 願不願意就可以了 議長 還有副國園議員 以及我們所有議員先進 還有華林縣政府團隊 以及記者媒體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我想任何解決垃圾 或者是源頭減量 或者是處於任何的方式 我們都會 我想都會來運用 也會來推廣 至於說黑水盲的部分 其實有非常多的地方也有在推動 其實最主要是他整個過程中 應該說農委會 農業部現在一直對於黑水盲 是不是可以養殖這件事情 可以變成飼料這件事情 他們還不認同 所以這個部分 去化的部分 其實黑水盲的運用的部分 我想這個很多事情 其實基本上地方上也都有運用 那你說處於的部分 我知道你剛剛講的 因為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規 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說的說 現場願不願意 來做一個嘗試 我們也來陸續來跟進來推動 黑水盲可以去化我們的處於 我想這個部分請 還是請環保局來回應好嗎 因為之前其實我們的環保科學園區 是有一場 那個黑水盲的養殖的部分 那我們請局長你說明一下 因為現場也要知道 你們推動的那個狀況 好 大會主席張議長 跟副議員這邊報告 那我們環保局在環科在111年 有在環科這邊做試驗計畫 那這個 因為這個黑水盲在養廚魚 它分四個階段 它從蟲卵開始呼籲 那就要吃米糠 然後變成成蟲 成蟲才可以吃廚魚 它要12天到18天 而且它要 太熱它吃不下飯 跟我一樣太熱吃不下飯 還要溫度控制 那這些有很多的 要發揮很多的人力 這去 去飼養 去幫忙翻堆又要加木屑 之後變成蛹或者成蟲 它就不能吃了 而且會飛出去要在密閉的空間 所以它會 會產生 議長 議長 是 這個過程喔 你不是業者啦 我們只是要你 簡單說明 你那時候環保園區的一個成效就好了 你只要簡單說明 因為這個你不是專業的 人家才是專業的 好不好 我知道 所以這個因為法規 農業部這邊法規還沒過 所以還不能成為再利用 所以廠商也不一定會進來 可是如果真的有好的飼養方法 那我們當然同意來嘗試啊 好 那就這樣請坐 謝謝 我想喔 這個黑水盲這個問題喔 在台灣已經開始喔陸續 一定有各縣市在推動 那我也希望說政府應該有明確的法規啊 因為這個黑水盲可以讓我們的農業喔 可以做一個永續的農業 至於它未來會屬於農業科農業處來管理 還是來環保局來管理喔 我想這個當然是要等中央的法規明確了以後 我們才可以按照法規下去實施 但是在法規還沒有訂定之前 其實我們地方可以先稍作一些努力 嘗試的讓這些喔 飼養黑水盲的這些業者 先來做先一步的測試 如果都一切順利 等待我們中央的法規 一旦訂定下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所謂的超前部署 我們就可以立即來實施 我想這個應該是我本席 這一次會在這一次總執群提出來的 也是希望說我們花蓮縣政府不要因為一次的失敗 就認定這個黑水盲企劃處於是不可行的 我們可以看到那麼多縣市的成功案例啊 只是因為法規未明確 當然我們還是要尊重這個中央政府 他所訂定的法規啦 所以我才會在這邊再度的提出 希望我們花蓮縣政府可以超前部署 讓我們的農業可以永續 讓這麼好的一個所謂的昆蟲 來去化我們這個非常頭痛的這個廚餘 在這邊是跟我們縣長做一個討論 再下一個 這個是 在10月29號更生報 他有看出了一個 所謂的港戶用地 港戶用地 港戶用地 他為了要做一個綠循環專區 所以呢 要求他目前成租的業者 來遷移 我想 這上面寫得很清楚 港戶分公司 他寫得說 調整招商 以 業者說明 他將引進 所謂的廢棄物 作為替代原料 那這個替代原料 叫固體再生燃料 他不曉得這個燃燒了以後 會產生很多的代曹心 再來 下一頁 下一頁 他在我們的港戶地區喔 這個地區在於台肥的 台肥公司的附附近 也就在我們的港口附近 那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啊 他那邊都是閒置空間 所謂閒置空間就是 他很多的土地 並沒有沉租出去 而且都荒廢在那邊 尤其去年齁 在美港段 本席發現 還有人 堆積一些廢棄物在那裡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港務公司 為了要配合 政策 中央政策 說要做一個 利能循環區 專區 所以呢 必須要把現有的 目前成租的這些業者 現有的業者 來趕出 請他們限期 來簽出 那我裡面呢 就包含了 所謂的沙石廠 以及我們食材業 我想 像昨天 我們邱光明議員 也有提到 這個公共造產的部分 公共造產喔 我們也需要這些沙石廠喔 來幫忙 來 這個 把這個沙石做一個洗食 然後將我們的沙石賣去外地喔 才可以增加我們的收入 然後呢 蘇菌呢 他可以對我們兩岸合體的保護喔 包括這個橋樑 也都是非常有很大的幫助 也可以幫助到這些食材業喔 在那邊 堆放可以進出口 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 我在想 這對我們地方的產業啊 都是相當有幫助的 縣政府是不是應該 為了要保護我們在地的產業 來介入 甚至加入他們的協調 來確保我們花蓮人的 投資人的一個權益喔 我想在這邊 特別的提出來 我想請我們縣長喔 針對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還有一些因應的措施 你要如何保護我們在地的投資人 他投了數千萬在這個 港戶地區 投資了這麼多 買了那麼多的設備 目前 遭受到 被港戶公司 來要求遷移這件事情 你要如何來協助 甚至來幫忙 我想縣長 請你說明一下 謝謝 大會主席張議長 還有我們副議員 我想副議員 請問人垂巡的部分喔 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我並不清楚 所以這部分 我們在進行 這個後端的了解以後 再看我們有沒有 縣政府有沒有需要協助 因為喔 縣長 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也有跟你提到說 我們花蓮後站 因為這個機車的這個停車位不足 那當下 雖然不是我們縣政府來主導 但是你也願意 跟這個 台鐵公司 來做協調 甚至看能不能真是 有 用利用閒置他們的空地 來做一個 多一個停車場 讓一些機車主可以 停放嘛對不對 這時候就讓我想到說 其實我們縣政府 在地方做父母官 很多的事情 我們不管是不是跟我們本身 管理上 或者是我們的業務上 有關聯 但是 你是地方父母官 這個都跟你息息相關嘛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在這邊 喔 跟縣長來 來 做一個探討說 這麼 龐大的一個投資 在地的一個產業 他也對我們的公共造產 也有幫助 那我們縣政府 是應該 要來 不管如何也是要來介入 甚至來了解 來協助嘛對不對 像剛剛縣長說的 希望說 會後 縣政府可以 來立即來了解 來幫助到業者 以上 謝謝 謝謝 再來 下一項 這個 我是去那個 東華 要去東華大學 一個東華大橋拍攝的 目前在我們的 這個過去 是我們種植西瓜的一個地方 再下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目前我們花蓮縣 要申請這個屋頂型光電 他必須要先到鄉鎮市 鄉鎮來申請這個農業容許 下一項 下一項 好 申請農業容許了以後 然後再來去跟這個建設處 來申請建造 然後再來跟台電並聯 然後最後到我們的觀光處 來申請他屋頂型光電 那這個呢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在我們花蓮縣 集安鄉 收工鄉 已經陸陸續續 有蠻多的一個 所謂的 農業設施 加 屋頂型光電 他們所謂的溫室種植 在這個溫室種植 我們有看到他申請屋頂型光電 我們已經准許了 這個是已經准了 已經大概准了好幾 應該有一兩年了 准了以後呢 目前 其實 那個屋頂型的這個光電 不是准了以後 就放 就放給他們暖 不是這樣子 他所裡面的一個 這個 容許規範裡面 還有他的彈書裡面 他有寫到 要申請的時候必須要寫這個 農業經營計畫 然後包括他有一個農業經營時機後 我們才准雨 到後面呢 他的年產量 必須 要有七成 才要達標 但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現在准的這些農業設施裡面 的農產品 到底有 農產量有沒有達到 當時 要求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我們的農業處 你是管轄的這個單位 你有沒有 照這個時間去抽查 甚至 有沒有去了解到他的農產量 有沒有達到 我們當時要求他 跟他簽訂規範彈書的那個量 如果沒有 我們後續要怎麼處理 據本席知道 我們已經准他已經蓋這個屋頂型 這個光電 那現在如果沒達到 其實他不叫違法 他只是違規而已 那違規呢 他一樣 照做他的事 那這個農田呢 就會 被荒廢在那裡 因為我的農產量喔 不需要 達到這麼高 啊就算沒有辦法達到這麼高 你也沒有 拿我沒辦法 那會造就什麼 造就到 後續就會有很多人 看著喔 有樣學樣 就陸陸續續申請 所謂的屋頂型光電 我想請這個處長喔 你簡單說明一下 你們針對這個 屋頂型的光電 農業設施容許 他們申請完以後 你們有沒有再做抽查 沒有關係你就地就好 因為我時間不太多 還有 還有議題 好大衛主席張議長 那 感謝那個副國議員 針對我們那個 農業設施 他的屋頂型光電的關係 那這邊跟議員報告 那其實 我們都是依照農業部的他的準則 目前的話 只有溫師 他是一階段施工 那兩次的審查 那目前剛剛 議員給我看到內建 如果是受封內建的話 因為他是都市計畫內 都市計畫區內的農業用地 所以是公所的準博權 那在縣府這邊 您提到其他案件的話 其實在綠能設施的審查 是都還沒有一件審查通過 那其實在早年就有一件 但他已經通 他已經與其他的一個施工期限 所以是被廢止的 那跟議員報告 其實在一階段施工 是針對他整個建設 建築物的一個審查 那二階段審查的部分 就是針對他的綠能設施來做審查 那目前的話 像是您提到的那個目前 看是極安那一場的話 他的綠能設施審查 也是還沒有通過 這部分我們會針對 他的年產量的一個平均七成 這個部分我們的委員會審查 都是非常嚴格來做看待的 如果都不過怎麼辦 跟議員說明 那其實他們來做一個溫室申請的話 那就是要做一個農業設施的一個經營 那其實我們也會跟那個 他們來做申請的一個 申請人也說明說 他的農業的一個產銷必須達到 他的相關的一個產銷年報 包括要有實際的農作時機 那其實在目前我們得說到的一個 申請案件 他們都有做相關的一個農產業的經營 那只是他的一個時報的時機 就他的產銷目前的年報時機 是沒有達到在規範上面 要有七成以上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我們也會輔導申請人 他既然是做一個農業設施的話 他就是要必須農業的經營為主 所以他沒有一個退場機制 就是說你只是一直在輔導他 即使他沒有達到七成也沒有關係 是不是這樣 跟議員說明 那其實他做一個溫室 本來就是要做農業設施的經營 那其實綠能只是附屬的 那所以他的農業設施 就是要來做農業經營 他必須有什麼退場的機制 才會用一個議題 他不是甲綠能嗎 他就是打著 要做一個農業溫室的設施 來種植這些農業 可是 他實際上並不是在意他的 這個農產品的量有沒有達到 他是在意屋頂型的這個發電啊 他重點在於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甲綠能 真種電的意思一樣嘛 我們花蓮縣政府一直以來 不願意去批准每一個 就是來申請地面型的這個光電 就是為了要保護農地嘛對不對 那現在呢 他們就變相 然後鑽這個法律漏洞 用這種申請農業農許設施的這個 這一條路來開始 讓他們增種電的這些行為嘛 所以我才會問你說 如果 他一直沒有辦法達到7成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規範他 不是一直輔導啊 你輔導他10年 他還是一樣達不到那個量 為什麼 他不是真的要種植 他只是要真的種電而已啊 處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理解議員的表達 但是你如果沒有辦法去處理 你就會有陸陸續續 你不相信你就看 將來的台九線193 全部兩排都是我們的屋頂型光電 你相不相信 就有樣學樣因為你沒有規範嘛 在農業設施方面 一定不需要以農業經營為主 在農業處一定會堅持的立場 所以我問了 處長 他如果年產量一直沒有辦法達到7成 你如何讓他有一個退場機制 我剛剛不是一直在請教你這個問題嗎 跟議員說明 那其實在農業處的立場 他申請一個溫室設施 就是要做農業經營 那農業經營 要做退場機制的話 其實會比較的就是 好 所以你還是沒有辦法 只要準了 他就一直做下去了 對不對 跟議員說明 他的綠能設施沒有審查 通過的話 是不可能做一個什麼 就是像議員講的 就是種電這件事情 他就是一個綠 農業的設施 在農業的經營 我不想跟你爭論 你 這時間不夠 處長請坐 謝謝議員 好 這個問題喔 我想我們花蓮縣政府 一定要來重視喔 因為這個 我不想說 有很多的不孝業者 來到花蓮 用這種 甲綠能 增重電 用打著這個農業 容許設施 打著這個名號 來這 來這邊使這個增重電的一個 一個行為 我絕對不允許啦 本席 我會陸續在追蹤這件事情 來下一個 下一個 好 我們可以看到喔 這個喔 我一定要來替我們花蓮縣政府 來說一下喔 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每一次我們颱風過後 都會 有這麼多的漂流木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 很多的漂流木都有山上沖刷而來 那每一次都為了漂流木的問題喔 有衍生很多 包括 民眾不知 這個法令 去務實 然後呢 被起訴 再來 這個漂流木的所有權 到底是誰的 我就 我就想要問嘛 這個 林務局 他常常說 這個漂流木 是有價 有的也是有價木 是他的 好他就去做一個標 標記 標記完以後他要拿走 拿走了以後呢 讓花蓮縣政府來做公告 公告 公告期間以後 就可以開始讓民眾去檢食 檢食完了以後呢 就放在那邊了 好 就不去 不去理他了 那如果要清灘呢 那必須花蓮縣政府來編列一個龐大的預算 來清灘 這有什麼道理 好坑的你都拿去啊 然後賣坑的 才讓觀眾來收拾 我覺得也沒有這種道理啊 對不對 好 再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漁船喔 被漂流木 被他 漂流木 撞得亂七八糟啦 像這種漁船的受損 要找誰 花蓮去一會 去跟林務局說 你的木頭 把我的漁船撞壞了 你必須賠償我 那個林務局說 不關他的事 那我如果 找縣政府了 縣政府更 覺得很無辜 那漂流木 也不是我的 為什麼要找我 好 下一頁 這個漁港啊 你就知道 最後的這些漂流木 一定會集中在漁港 漁港喔 是所有漁船 要出去作業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出入口 他被所有的漂流木 來來 擋住了 被阻礙了 會 所以 如果我的漁船要經過那邊 我就要冒著很大的風險 有很多的漁船也 因此 受阻 然後再來呢 我們的漁港要清除 這麼的龐大的費用 要找誰 是不是要來找中央 還是要來找林務局 還是要來找這個縣政府 總不能每一次 漂流木下來 我們的這個 林務局第一時間說 要我來清點住機以後 我先把有價木拿走了以後 才交給花蓮縣政府 你去做這個後續的處理 我在想這個漂流木 一直以來都一直困擾著我們 我希望縣政府 可以跟林務局來協調 是不是 把 而後 發生這個颱風天災以後 所有的漂流木 歸 我們花蓮縣政府來管 你把所有的漂流木 有價木拍賣以後所得 然後 來做一個清場 我們的海灘 漁港的一個費用 這樣不叫公平嗎 要嘛 你林務局全部都拿走 你就是要負責把我們的海灘清乾淨 把我們的漁港清乾淨 這樣不才公平嗎 對不對 沒有好的你拿走 肉都要拿好爛 我絕對不允許這樣的事發生 是不是 這樣子以來 沒完沒了 然後 海灘是大家的 你就丟在那邊爛 總是會有民眾會沉寢 那花蓮縣政府如果 受不了了 民意代表不斷的沉寢 最後呢 才來編列預算 來把這個海灘清乾淨 我想這個問題 是不是 縣長也要來 會後啦 會後來研究一下 跟林務局來 訂定 確定 明確的確定漂流木的 這個權力歸屬是誰的 如果以後都是你的 你就把我負責到底 你不要 就給我們花蓮縣政府 我們全權處理 我們有價木 全部把它拿來拍賣 我相信絕對一定 我們也不用出那麼多錢嘛 對不對 好 最後時間 我想要來 講一下 因為 在這個 這個 我們最近新聞常常在 有在 因為這個我牌子做的時候 他還沒被抓到 但是 昨天被抓到了 所謂的外籍人士 美籍的這個人士 我 明年齁要來走這個教育小組 所以我 非常關心我們 我們 血統教育的問題 那目前 我們知道外交部 他有行文給 警政署外交部 甚至勞動部跟教育部 他們都有行文 來給各縣市 說明有一位 美籍的這個人士 因為他曾經有犯過 這個性犯罪前科 來到我們台灣 那也怕他 因為利用他的外籍 外籍人士的這個身份 外語很好 可以 擔任我們一些外語老師 所以呢 趕快發佈這個新聞 我們 那本席本來想說 在 定期會 來 順便 算是 來 警示一下 我們花蓮縣政府 教育處 讓他知道說 有這樣的 這個人 已經進到台灣 怕我們花蓮縣 沒有注意 而會 造成我們 血統一個 學習的安全 那目前也知道 他已經被抓到了 那我在這邊也要 請這個處長 等一下簡單回答 就是說 我們在 申請這個外語老師 外籍人士來到台灣 來做一個教育的一個事業 教育工作 那你們在審核的當中 你們如何去防範 甚至 有這樣的這個外籍人士犯罪 性犯罪人士來到我們台灣 你如何去 做一個宣導通知 我們各學校 甚至我們花蓮縣 所有的一些補習班業者 好 請你簡單說明 副議長 還有 各位議員大家好 那 謝謝副議員的一個關心 那有關外籍人士進入 校園的一個查核的一個機制 那外籍人士的部分 他會透過教育部的一個 聘僱許可的一個系統 去進行一個勾基跟查核 那其實在整個的一個 教育人員的一個聘任 各學校在聘任之前 都必須在教育部的 股市任人員的一個通報跟查核機制 的系統上去做一個查核 那這個系統呢 他其實借接了教育部 衛福部 法務部 跟警政署的一個人士的一個資料 所以學校在聘任之前 都必須透過這一些管道 去確認要聘任的人員 是不是有相關的一個前科紀錄 那在補習班的部分 所有的一個補習班 要聘任的人員 也必須在補習班的一個系統 去做一個登錄 那會由教育處 針對補習班的聘任人員 去做一個勾基查核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透過 各個的一個系統的一個界界 然後讓有前科的人員 能夠杜絕在校園 或是補習班之外 好 謝謝副國醫院議員質詢 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時間終了 請主席宣布繼續開會 好 繼續開會 現在繼續縣政總質詢 首先請韓寧格趙議員 質詢時間50分鐘 大會主席張軍議長 徐縣長 然後秘書長 各位局處首長 在座的各位議員同仁 以及我們現場的媒體先生女士 大家好 上星期啊 因為我們康瑞颱風重創花蓮 尤其在我們原鄉部落 更是滿目瘡疑 大量的土石 沖入苟渠 涼田也遭受淹沒 大水更是無情的沖入民宅 目前還有許多的災民等待著復原 在此啊 要感謝我們縣府團隊 全力的投入救災 但是嚴格的災害補助及救助標準 已變成害怕人民多領和詐領的高牆 若不是天災導致無法承受的損失 誰又願意領取救助 請獻府苦民所苦 權衡花蓮災情的慘烈 放寬補助及救助條件 幫助我們花蓮相親 早日重建家園 歌曲 李宗盈 好 歌底 作曲 李宗盈 寬製藍 从走过的夜晚 部落的家园 漫目重逸 透视如勾两天被毁 泪水无声流过脸庞 装备的脚步 含船墨里 断缘残壁人 他们肿力 假意无法阻挡风雨 心酸却无法言语 眼眶深了 又干干了 又是家人重建 如火如荼惊醒 感谢你们全力以赴 让破碎的梦得一重剧 道路未通明声难以游戏 水点赴远等待黎明 感谢在后旧远努力 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光明 眼眶深了 又干干了又是家人重建 如火如荼惊醒 感谢你们全力以赴 让破碎的梦得一重剧 Zither Harp 先赴别将我们当成小偷 天在意带来无法承受的重复 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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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绑住我们重建 早日应会失去的幸福 眼眶深了 眼眶深了 又干干了 又是家人重建 如火如荼惊醒 感谢你们全力以赴 让破碎的梦得一重剧 然后我更干干了 又是家人重建 三线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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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家人重建 让破碎的梦得一重剧 早日都闭上了你游戏 谁给敷衍等待黎明 感谢在后旧远努力 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光明 游戏 游戏 想帮助我们重建 早日应会失去的幸福 我每年都会 我去年不得到 我再到达 我每年都会 我再去年 你最后 才能重建 我再去年 華年的百公百業 日益復甦 再來 就本席在去年定期會的時候 針對過去五屆法律法律音樂節 尤其我們原民處提出優劣分析 因為本席是非常關心我們縣內音樂產業的發展 先前也建議原民處在規劃第六屆法律法律音樂節前 應該可以更大膽更有夠勢地去創造各種新的條件 才有機會成為有品牌的音樂活動 那這六年來本席也是法律法律音樂者的催生者之一 對於過去五屆分別在五個不同地方舉辦 本席也多次與原民處的夥伴在討論中也提到 花蓮南區有很多好的地點 其中本席建議玉里鎮馬太黎文化園區就是最好的選項之一 那很開心我們花蓮縣政府將於今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一日兩天 在我們玉里鎮馬太黎文化園區舉辦 第六屆2024太平洋法律法律島嶼南峰音樂節 那對於原民處採納本席所提的建議啊 本席也給予高度的肯定 原民處處長已經給你肯定了你應該要到台前 處長好 這是我們目前花蓮南區最盛大也是最受期待的一場音樂盛會 那今年音樂節特別也邀請了游錫富 擔任我們藝術總監 他集結了我們南島地區的藝術家及音樂家 共同來呈現一場跨文化跨領域的視聽饗宴 也期待啊今年的活動順利圓滿之後啊 那耳後的法律法律音樂節都能固定在玉里文化園區舉辦 那請我們處長齁 那來說明一下今年2024太平洋法律法律音樂節 活動的內容特色以及啊 我們預期產出的效應 大會主席張君議長、許副議長 喀尼喀造議員還有我們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媒體先請大家找 首先感謝喀尼喀造議員 對Valibali音樂節的肯定 那麼也謝謝 議員對這個我們音樂平台 跟音樂產業、音樂人才培育的這個關心 那有關今年的 2024的Valibali音樂節的部分 那在今年有幾個比較大的轉變 那第一個是 就是我們原來過去五年都是一天 那麼今年呢 原廠成為兩天來做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場地移到了 玉里的193縣的這個馬太林文化園區 那麼如果今年辦理的狀況是好的 是正面的 也受到這個大家的喜愛 我們未來應該都會在這個地方來舉辦 那針對硬體的部分 馬太林文化園區硬體的部分 也感謝文化局 那在這半年多也做了可行性評估 那也針對193這個跟馬太林園區入口的部分 也去爭取播用的還有部分 讓這個園區能夠更完整 那麼將來我們目前就是可行性評估已經完成了 它有大概分為幾個階段要來處理 我們這個在今年舉辦完之後 我們接續 我們就會針對這個三個階段 我們陸續來改善文化園區 跟周邊的部落的環境 以及有幾個可能要修建或興建的場景 廚長我們講一下活動的內容好不好 那活動的內容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這個改變 是我們希望能夠串聯 這個193線樂德公路上的12個部落 我們一起來完成這個音樂節的活動 當然除了音樂節的活動之外 我們也希望這個合動地區樂德公路上 我們的產業可以共同來推動這個活動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讓這個將來 這個馬里巴里音樂節結束之後 我們在這個線上193線的產業 包括它的體驗的旅遊或者手工藝 或者打卡的景點 還有一些產業設施 可以繼續的營運下去 成為一個觀光的區域經濟的部分 這是我們期待的 所以這次的音樂節是一個起頭 我們希望河東地區193線 那也可以將來變成一個重要的觀光的聖地 那麼因為在很多的災害之後 我們尤其這個目前大的景區 都因為地震跟颱風受到影響 我們將來很多的體驗深度的 我擅長 我擅長 你也可以擅長 你擅長 這個 我擅長 你擅長 你擅長 好,那我改天放給你聽 都有一場難忘的音樂饗宴 好,請我們縣長 縣長,能不能在今天 由縣長來邀請我們各局處的首長 11月30號到12月1號 我們一起來到玉里鎮馬他林文化園區 來參加法力法力音樂節 我想只要是花蓮縣政府辦的 或者是其他各鄉鎮公所辦的 其實只要是自己的業館或者是花蓮縣 我想大家都會找時間過去 因為其實在我想同時間 每一個局處也有一些活動 好,那我請問一下衛生局長 有沒有去過法力法力音樂節 有 好,那請問我們姚秘書長 有沒有參加過法力法力音樂節 謝謝 抱歉 那今年期盼秘書長也可以一起來參與 好 縣長請回,謝謝 縣長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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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前面 analys 確實質對 有這個行為 大陸 辦公室 大陸 十幾 也有豐富的部落資源、食材特色等 都可以雕琢成寶石 另外還有提到 處長的數位行銷專長 可以讓這些特色不受地理環境限制 讓花蓮被世界看見 本席非常期待 也非常想看到處長有新的作為 也認為處長說的 花蓮不是只有太魯閣 我也認同 那零四、零三的強陣後 風災不斷、道路中斷 縱挫了我們花蓮觀光產業 百工百業蕭條 以及沒有行動詞可以表達我們花蓮目前的窘境 上星期又受到我們康慰颱風的影響 原本五月天一路向東的演唱會 也是因為預測颱風的入境 也先行喊咖 但還是要感謝湘心院公司 沒有直接把演唱會取消 而是延至明年的一月舉辦 這也是壞消息中的好消息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從中看到許多曙光 雖然一路向東演唱會 延後舉行造成許多的退速 但也證明只要有好的宣傳、有好的活動 願意來花蓮的遊客還是很多 不是嗎? 因此我們應該更積極的加快腳步 再次對外迎接遊客來花蓮的準備 另外振興花蓮觀光產業 是我們許多議員同仁都非常關心的議題 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除了透過中央及縣府提出相關振興計畫 共同來支持我們花蓮各項重建工作外 但是因為媒體報導 花蓮人處於災後復健的區域 也會讓遊客有所顧忌 那加上我們世界十大必有景點 第五名的太魯閣國家公園 也迎強陣被迫修園 宣布要很長的時間修護 那在這裡請教處長 在你的工作報告中 提出了觀光中長城的規劃構想 能否在這邊再做一個具體的說明 好 主席 議長 副議長 我們在場所有的議員 還有媒體先生 女士 還有我們的議員 謝謝您 關於這個中長期的部分 其實我在這邊再重新再來說明一下 主要其實是要因應整個花蓮永續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主題 議題 那我大概分成三個面向到四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有機農業 已經其實已經是全台灣面積最大的 再加上已經是超越第二名 大概至少2.3倍到2.5倍以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花蓮既有的優勢 如何把我們的有機農業 能夠把它插量這個有機農業這塊的品牌 這個是第一個 我希望能夠在未來的時間裡面 我們來達成這樣的一個目標 因為有機農業代表健康養生 它其實某一種程度也代表一種時尚 特別我們所知道的像米其林 他們這樣的師傅 他們都是當天到農地 到漁獲市場裡面去取最新鮮的這樣的食材 所以花蓮已經佔有這樣的一個優勢 所以有沒有可能未來能夠引進更多的這種美食 能夠吸引更多的美食客來到花蓮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有機生活 特別要提到的是有機生活 就是花蓮人日常的生活 花蓮人有的生活是什麼 我們就來賣什麼 我們有什麼就賣什麼 我們是什麼就來賣什麼 這樣就不會是因為受到地震 或受到某一個景點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是體驗的部分 這是體驗 部落體驗 然後深度旅遊 然後這個DIY OK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微旅行 或是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我們可以有微旅行 走讀 這些等等 都當然就包含所謂的吃 喝 玩樂 然後體驗是為主 那體驗的部分也是現在 我們香港跟花蓮包機 香港特別跟我們提到說 這是他們現在他們想要來的 旅遊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 體驗 DIY 他們不會想要再看那種大城市 所以這也是花蓮既有的優勢 那針對中南區的旅遊方式 有沒有其他的構想 是 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段期間 其實我也花了蠻多時間 主要就是在中南區這邊 我們透過太平洋的這個溫泉季 其實我已經開始擾動 我們中南地區的這些業者們 包含溫泉 那我讓溫泉活動 不只是一個溫泉活動 它變成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也協助他們 如何把他們的產業 既有的這些資源 我們如何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透過文創的方式 我們來去做宣傳 所以我幫他們設計了一些文創商品 就是不只是賣溫泉 我也可以賣文創商品 然後我也可以賣未來的大健康的產業 就是只要想到要休息 要放空 就想要到我們花蓮來 那特別是到花蓮的南區 東區 這邊來去度假 來去休息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 在未來我們要放很大的力氣 在這個地方 其中有一個行程叫做兩泉其美 就是從瑞瀉的溫泉 英雄泉騎著腳踏車 走在193線道上面 然後騎到安通的 美人湯 那這條兩泉其美 其實也是我們在地業者 他們想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名稱 好 OK 那處長謝謝 你講得非常好 那處長 若以我們現在花蓮縣政府公開顯示的數據 那不以今年的遊客數來計算的話 那從104年到112年來 花蓮北區的遊客 遊客數呢 平均加總每一年約在400萬以上 但是少了泰鱸閣之後呢 遊客數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另外到中南區 旅遊的他說 遊客數會是多少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數據就是 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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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遊客也會在這些景點重疊遊走 北中南區的遊客數不同 有可能是因為遊客的模式有所不同 遊客若以國內旅遊來花蓮的時候 通常會以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的行程為主 到中南區的遊客多半為低碳旅遊居多 之前我們徐縣長也曾表示 花蓮具有高達九成覆蓋率的環境優勢 適合發展低碳旅遊及高齡友善旅遊 也是非常適合做深度旅遊的基地 剛剛處長提到的兩全其美 是一個很棒的體驗式旅遊概念 但一年有四季 是否有利於中南區再推動深度的低碳旅遊的活動呢 請處長回答 是 如同一言所說的 其實低碳旅遊也是我們最近已經開始在運作的 包含我們之前已經開始種樹 然後我們會讓花蓮成為一個低碳旅遊 大家最想要來的 因為花蓮條件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 我覺得還在跟一個業者談就是說 來我們這邊旅遊如何讓它變成是一個低碳 包含它的所有的碳權 我們如何把它透過在聯合國的這個碳權平台上面把它抵消掉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們都正在進行當中 如同一言您所講的高齡友善也好 或是健康養生也好 低碳旅遊也好 都是我們現在積極在運作的 好 謝謝處長 那本熙有一個想要提供一個建議 那請問處長你對於193樂德公路段這邊你熟不熟悉 不熟悉 抱歉 好 那我們放一下照片 處長你看這個場景風光 絕對也不會輸給我們台東縣的慈善鄉的 精神附近的景點 全國最美的縣 那本熙是要提出一個建議 本熙要推動193馬拉松運動旅遊行程 好 今年來因為民眾的生活方式改變 吹起一股健康風 馬拉松及永渡或自行車等運動賽事都在全球興起 活動甚至和當地特色融合 打造出邊運動邊觀光的旅遊行程 那運動觀光已成為全球觀光成長最快的產業 正符合處長您說的 大健康保健養生旅遊 是不是 是 好 那如果我們193 馬拉松運動旅遊行程來搭配我們原民 原民出辦的法力法力音樂節 那如果我是一位來參加的跑者 那第一天跑完了一定會做短暫的休息 那當天呢晚上隔天再參加法力法力 第二天或第三天可以做舒緩身心的輕旅遊 來著訪我們中南區各個旅遊景點 最後呢再搭車返家 這是一種很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旅遊選擇方案之一 那在花蓮中南區的旅遊可以安排兩天或三天的行程 除了住宿及接駁經濟外 有體驗的活動啊 其實才是最大的經濟效應 剛剛所提的其實主要也是 是觀光與運動的結合後所產生的附加價值 無論是觀賞運動賽會或是參與運動的遊客 在未來發展在在地的運動觀光產業 也會有很大的注意 當然而每年啊 我們花蓮都會舉辦兩場馬拉松賽事 一個是泰魯格馬拉松 參與人數差不多是在一萬三到一萬五之間 那還有另外一個活動是 一個路跑活動是太平洋馬拉松 參與人數差不多是在六千到八千左右 那但是啊 我們泰魯格馬拉松啊 可能因為地震的關係 可能就沒有再辦了 也許會轉變另外的賽事啊 那兩場賽事絕對呢 能為地方帶來正面的影響 都會振興地方的經濟 產出的經濟效益 其實也不用多說啦 處長 這應該也就是大健康保健生活的 養生的旅遊的一環啊 你是否認同剛剛本席所說的 運動旅遊方案 完全認同 謝謝處長 在這邊與處長討論的目的啊 就是要請縣府盤點整個地方資源 利用城鄉特色打造獨一無二的路跑活動 路跑能拼經濟活化在地不是嗎 是 路跑也能拼經濟活化在地不是嗎 是 謝謝 好 一個默默無名的小鎮 或許會因為 路跑活動而翻身 對此啊 處長有沒有要跟我們再補充分享的地方 非常謝謝議員 那其實您的願景其實也是我要努力的 願景跟方向 我也跟議員報告 其實剛好最近有人來找我 他說193上面有好多個教堂 而且都是有故事的 我說我開車經過都沒看到 然後就一一把每個教堂的故事大概跟我講 突然間發現到說我們不只騎腳踏車可以在193線道上面 我們還可以去理解這些教堂的這個故事 甚至未來193線道可以成為一個類似像歐洲他們去朝聖的一條的路線 那我覺得假設這條路線可以把它打造起來變成是一個品牌 那其實整個地方的經濟自然而然就會起來 所以其實如同您剛剛所講的包含透過馬拉松 然後透過這種我們原民的文化跟歌唱舞蹈 其實那就是一種身心靈的放鬆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完全融合的 我完全支持我也會努力 好謝謝處長 處長你回應得非常好 我們一起攀點南區基礎建設資源的同時 你會發現我們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怎麼說呢 台東知名鄉鎮池上鄉去年一整年遊客數達一百三十萬左右 那都然呢 約兩百二十萬人次 處長這兩個地方應該不陌生 距離這兩個地方距離我們副里鄉還有封邊鄉都不遠 屬性也最相近 但兩個地方的遊客 卻是天差地別 為何鄉鎮的鄉鎮啊 遊客數卻無法從台東引入到我們華林縣 另外啊假設我們在一九三縣熱德公路辦理馬拉松賽事 若以太平洋馬拉松賽事的等級來舉辦的話 也就是約有六千位的跑者來一起共襄盛舉 那我們南區的住宿夠嗎 可能還需要再盤點一下 那我看我是看到我們南區的齁 因為我有請了我們觀眾處理提供一些數據給我 我看到我們南區瑞穗玉女婦里 我們南區的旅遊觀光的大好前提 是不是 再說啊 如果我們要發展花蓮南區一個特色馬拉松旅遊 還可以結合發展露營區 是不是 你剛剛提到住宿不足我就想到露營區 是嗎對不對 但是說到露營區啊 我們露營區的自治條例還未定定 處長 正在努力當中 好 可想而知啊 那我們長期忽略花蓮中南區的觀光跟定位發展 就如處長所說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吧 好不好 好的 處長 如果在這兩年 嘗試與我們教育處一起合辦 193馬拉松賽事 好 一定會很多 我們在座的局處啊 想要跟著縣長還有跟著處長 一起在我們193縣道這邊來做 路跑 議員我們要不要先來騎腳踏車 騎完之後我們再來路跑 可是我喜歡跑步 那我們腳踏車也在推動 那我也跟議員報告 跑步跑步下去騎腳踏車 也可以 OK 很好 其實Ironman其實已經來找我們 那他們也準備在花東地區這邊來 明年3月吧 他們也會推這個鐵人山巷 好 謝謝處長 那最後啊 也要跟在座的局處首長呼籲 花蓮不是只有太魯閣 花蓮想像中的 花蓮比你想像中的還好玩很多 那 從北到南 有淺藏 淺藏有靠山靠海的部落 都能漸漸學習到我們原住民 採集的文化 傳統手工藝 及寄文化等 那縱古裡呢 也有我們客家文化 日本宜居村 生態旅遊 溫泉村 幾林業 食農教育 農遊體驗 相口美食等 體驗的遊城 那如果 旅遊團可以深入安排體驗 各種社區的部落旅遊行程的話 會發現 花蓮比想像中的更有內涵 我們應該就趁這次的災後重建 好好的規劃 和失所 花蓮我們的觀光的處境 重新來提升我們 我們花蓮的旅遊產業 打造花蓮長久穩定的觀光亮點 非常好 好 好 處長請回 好 謝謝 接著請民政處 院豪 處長 本席啊 接護到 我們玉里松浦地區的民眾反應火葬場 煙霧沖天 濃密的煙霧不停往上竄 空物設施改善的情況 似乎不見好轉 影響到啊 我們 附近部落居民的空氣 以及生活品質 請處長回答 對於我們松浦火葬場 對於我們松浦火葬場 對於我們松浦火葬場的看法是什麼 火化的機具以及空屋 不過大概 因為年度也久了 所以大概各個品牌 大概就是都不一樣 其實很多的維修的成本相關都比較高 什麼品牌 什麼品牌不一樣 火化的這個機具 跟空屋的牌子 沿路下來大概都不是那麼一致 所以其實在整個工所在做設備的維修 或者是管癢的時候 他們確實都花了很大的精神去處理 那當然我們在107年 一直到現在的113年的時候 我們也分別對於這個火葬場周遭的 包括了冰藏的一些的道路也好 或者是說火葬的火化設施的改善也好 甚至於是0918的復健也好 也跟這個我們相公所一起的齁 協助他們跟中央來申請相關的經費 跟中央申請相關經費 但是他們有申請過啊 但是計畫是被駁回的啊 那你知道駁回的原因嗎 議員講的是哪一個 這107年至109年 那我們這106年啊 5月正公所有提出 松浦火葬場即長梁納谷塔內部 即周遭設施改善工程 處長你知道嗎 這議員105年的時候啊 106年5月 但是我們應該在107年的時候 針對議員所提的 這個花東基金有580萬的補助 那內政部有116萬 花東基金是補助哪一個火葬場 長梁 這個納谷塔 對沒有錯啊 在107年的時候 補助多少 總經費補助了696萬 怎麼在民政處這邊是看不到這筆款項的 這個資料應該有啊 議員所知的時候也有給議員 你再提供給本席好不好 好 是 剛剛啊 剛剛我們處長啊 講得很好 但是啊 都沒有呼應到那個人民的一些心聲啊 我這邊有結一些網路的一些留言 所以說 你先看一下 火化場 最重視的不是空屋嗎 很難想像如果是在花蓮縣政府 或者是花蓮縣議會旁 有一種黑煙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另外 我再找幾個來念 你們真的沒有顧慮到我們部落鄉親的身體 只要回去鄉下就會聞到噁心燒焦味 真的嚴重空屋 我們部落鄉親每天在家就 每天吸入的都是空屋 請還給我們部落新鮮的空氣 另外還有 我看這個留言應該是滿氣憤的 留給我們 若河谷部落 好的空氣好嗎 請相關單位關心一下 要不然我會帶隊來抗議 好最後一個我唸最後一個 真的是害死我們部落 黑煙 黑濃煙可怕 還給我們新鮮的空氣 做得簡便 而且也有收到 也沒有收到任何補貼 我就舉這幾個 其實很多的留言 我就有舉這幾個 那 我也把這個 名字叫做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跟議員報告 就是我們在議員在提出的時候 10月14號 我們針對議員所提的 民眾的這個相關的事項 也跟公所做了密切的聯繫跟了解 那相信公所也發了一個正式的回應 我們會積極的去輔導他 對於他目前所有的空汙的狀況 以及改善的情形 我們也跟他們提出說 我們其實在中央有一個 兵葬浪能提升 那民政處會非常主動的 那現場也有指示 在這個部分呢 會盡全力用最快速的時間 我們輔導我們的公所 那在明年的時候 把這個樣子的計畫給提出來 那這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好 一樣啊 是同樣的新聞 就是今年同樣的 在今年發布的新聞 我只是要說啊 我們南北真的是有落差 觀光落差 教育有南北落差 建設也有南北落差 原來我們連 殯葬設施也有南北落差 希望啊 處長 您對 集安 集安的積極態度啊 也可以 用在玉里松浦 好不好 跟議員說明啊 因為 其實我們都是一致的態度 對於我們四個 擁有火葬場的鄉鎮 當然每一個鄉鎮的量 一致的態度 我們是一致的態度 對 一致的態度 我們簡報在 可以 回上一頁好不好 你先看一下吧 嗯 謝謝議員啊 當然 集安鄉公所在一年裡面 所負責的量能 是在花蓮縣的百分之七十三 那玉里大概負責百分之十二 那我們其實都很積極的去規劃 以及輔導我們各個鄉鎮 對於相關的殯葬設施 在自營的時候 有哪一些的計畫 該如何去寫 其實我們都會去輔導各個鄉鎮 好我這邊有兩個問題啊 第一個問題 預理火葬場 目前遇到什麼問題 後續要如何改善 第二個問題呢 假設中央不補助的話 縣府是否願意來協助松浦火葬場 這兩個問題 這個不用來回應我 那本席啊 會這另外開專案 因為呢 這有關於我們南區 玉里、布里、灼溪 甚至瑞稅共同使用的設施 那本席會組專案會議 那到時候 也請我們處長 來向我們鄉親來報告 這兩個問題好不好 好 謝謝處長 我們花蓮縣啊 長期執政就是中北侵南 導致我們城鄉 有非常大的差距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這個爭呢 是爭議的爭 爭奪的爭 我們南區除了災害嚴重 災害嚴重 贏過北區以外啊 哪一項建設不是圓圓的 被拋在花蓮的後段班 花蓮南區啊 始終在苦苦的追趕 鄉親也很努力 我們也很想趕上去 只是縣府的作為 就是不讓我們有資源追上去 南區哪一次不是藥五毛 你們就只給一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已經受夠被畫大餅 我們也厭倦了這種欺騙 請縣府均衡南區發展 不要再漠視南區人的權益 請議長幫我保留時間 謝謝 謝謝 謝謝韓倫格兆議員的質詢 今天上午會議結束 下午議程為分組審查 或收集資料 明後天例假日 11月11日星期一上午9點 由胡任順議員 黃欣議員 黃林蘭議員 按順序執行 上會